男孩她说的我是杨鲜 我去帮妈接下来 那我去买只鸡 今天给她包个鸡汤 可以 那时候她只吃清淡的 别给她整老家了 妈她一直胃不舒服 最近几天吃饭 老是喊胃痛 她又习惯我们镇上 那个意思的她弄油 她昨天上去检查了 昨天带包包了 一直都没下来 买鸡汤说那个乌鸡一样 价值干 今天买一种乌鸡 回去更汤 把鸡肉洗干净 然后摘了 这乌鸡好净 我们今天就炖一半 留一半下次吃 今天把它炖一下 今天二十水 现在妈妈还没回来 我想把鸡肉炖起 我去睡一会儿 你去睡了 妈咋喝的 她想休息一下 把这荷草放进来 包骨 和萝卜 还有香果 我去看看 待会儿这鸡汤好了 香料的火锅汤 妈 妈 嗯 你起来了 哎呀我睡了好不想起来 辛苦 妈讲唱是咋回事的 妈 我看妈不经打采的 她好像不高兴呀 哪里妈 然后爆肝蛋出来 一生叫她发给我的 然后没跟她说 肯定就把她搞下的了 大的是怎么回事吗 问题也不大 你晓得她胃是哪个病了 这次发现的急事 但是要吃一个有点油才能 肯定是哪儿跟她说的啥子 她一生大情小怪的 妈 摊着你起来喝点了吗 你放大了嘛 我一会儿就起来 妈 你一天在想啥子嘛 本来没得啥子 一天思想要的那么大 还把你压砸的 男人都说的我是阳天 喝一看就乱去说 他晓得啥子呢 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是清楚 以后你把嘴起好就行的 哎呀 我自己想自己吃饭了 妈 你快点吃 就好你多吃个 把身体也好一些 小怪的 你看嘛 我们吃饭 她肚子也饿了 她也开始吃饭了 快点吃 所以说我们平时就把好自己的胃 其实一家人只要身体健康 平平安安 其实也是一种幸福